大家好,我是亚南 今天是5月19日,星期三 是法国第二阶段解封的第一天 下着雨,路上也很堵 我们正在去采访的路上 虽然已经开了一个多小时 但是我仍然非常的期待 因为今天我们要采访一位 在法国开面包房的中国酒龄后女生 最近她获得了95省法国面包的冠军 让我们来探究竟吧 大家好,我叫陈其威 我今年31岁 我来法国已经9年了 开了一家这个面包店 为什么会选择在这个地方开店呢? 我姑姑在附近 这样的话我们觉得好照顾一点 当时也有看巴黎的店 但是想到因为太远了 而且觉得巴黎的竞争也挺大 我真的很开心可以在这里开了这个店 因为确实这里的人非常的友好 而且我觉得在这里开始的话 会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其实有非常不同种类的 这种是最classic的 然后这个就是我们今年得奖的 它的一个区别就是在于 它这两边会比较稍微的坚一点 然后也会比较短一点 但是它的口味都会不一样 这个特约的话 它里面的口味会变加的 然后根据种不同的口味 所以我们用了一样的皮呢 做了一些瓜子 还有一些茄子在里面 这样子可以增加它的风味 而且我们做了一些像这种乡村面包 还有这个是我们新出的一个产品 里面有多的 Solera这些 对一些人比较注重身体健康的话 他们可能追求像这样的一些面包 这个面包我们也会卖得比较好 里面是栗子的一个面包 我们也会加上一些瓜子或者榛果 这个的话是Ofig 会加点甜甜的味道 他们这边比较喜欢吃梳梦啊 或者是那些海鲜的话 我们会比较建议像这样的一些面包 上面的话呢 整个就全部都是有那些榛果之类的了 他们有时候吃早餐的话 也会比较健康一点 我是2016年的时候接手了这个店 以前的POPTA 他们正好要卖掉这个店 因为他们年纪比较大了 到了操作的地方 大区的话全部都是做面包的地方 然后这边的话就是做甜品的 我们大概面包的话 每一个大臂是可以放十根 然后tati的话可以放到十五根 我们德国讲的那个它比较短一点 所以我们可以放的稍微比较多一点那个量 然后这个的话就是放十根 因为也不能放得太几 这样的话它的受热会不太均匀 到时候在炉子里 这个地方就是我们专门让tati熊可以发的一个地方 它一般会在23度左右这样子进行一个发酵 在一个小时左右的话 我们就可以开始放到屋子里面进去考了 我叫 Aurélie 你做了五年了,五年了 我只是想知道,你认为我们贡献的价格 我们有更新的市场? 你认为是更新的市场? 对于我们贡献的价格 我们有新的企业 我们有些人来的城市 来的河湖,河湖 我们贡献了新的企业 我们有新的企业 我们有很好的回答 我们贡献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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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有些企业 有些企业的企业 现在他们要贡献的企业 对于我们贡献的企业 我们贡献的企业 我当时是学会计出生的 学了四年的会计 后来得到文凭以后 我就在想说 接下来可能会干些 什么比较有意义的事情 然后我做了一个授业 是在一个学校的 一个 Lycée Biblique 这样子 不是说特别的喜欢 所以我就想说 要不做一个比较自己喜欢的 然后我就去学了那个甜品 选择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地方 把这个店也不说特别大 所以对我刚刚这样子起步的话 也会比较没有那么大的压力 那也就是说 你选择做甜品 完全是兴趣使然是吗 对 其实就连于自己想要吃 然后作为自己的一个职业的话 也不错 确实当兴趣能变成自己的工作 那工作的时候会更加的有干劲 对对对对 我觉得整个店的氛围各方面都很好 然后我也在这里待了一下 那些客人也是非常的友好 可以说是这家店的魅力 吸引了你来到这里 对对对对 而且我也想传承下这个店 因为他确实本来就做得很不错 等一下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你这次获得的奖项是什么样的吗 我这次参加的是 Méa Tradition de Valdoise en 2021 研究是对于这个Tadition的一个评选 这次是一个省级的一个比赛 有137名的那个参赛的选手 以前我这个Tadition他参加的话 我得了一个第六名 所以一直想说拿一个第一名回来 这一次的话参加了 他们第二天就通知我说 我得了第一名这样子 那肯定很开心 对对对 毕竟是充分准备过了 对 主要是每年都会说吸取一下经验 像这样的一次大赛 评委们都是从哪些维度来评判 这个Buget到底是哪个更好的 从五个评分的一个标准 他首先是看一个GUSON 因为他们会选择一些比较焦一点的 因为他们会认为一个面包如果不焦的话 是根本都没有一个比赛的一个资格的 他们会对一个颜色会要比较高的要求 像这样子的话 基本上都是需要到这样的一个程度 他们会看的是这五个Lame de regularité 会看说会不会是整齐的 看这样的蜂窝眼会不会分布均匀 他们会用到一个词就是CAS 他们会看那个蜜是不是真的CAS 就是他会看里面的那个Lumidité 其实就是他按下去吃下去的口感会不一样 如果一个面包比较干的话 他们肯定会觉得口感不会太好 比如说我们是迟一点拿过去 他们可能会在下午的两点钟开始尝 他们会看说这个塔迪会不会还是CAS 这个也很重要 如果一个塔迪它到下午的话就开始您变软的话 证明这个塔迪它的那个GUSON是不太完美的 所以他们会不光只要看颜色 他们还会去摸这个塔迪 会去按这个塔迪 还会有没有这种咔嚓咔嚓的这种响声在里面 有很多的那个法国主流媒体报道了 一个中国女孩在法国获得了法冠冠军的这个故事 你对此有什么想法吗 我当然还是很开心 而且还是巴黎一样报道了这个 因为我也很自豪 包括对我自己自豪为祖国争光吧 确实 这样子也可以证明说我们美食是没有国界的 我觉得对美食的追求我全世界都是一样的 按照我的要求来生产更好的产品 也会让他们在明年的比赛有更多的那个GUSON在里面 确实 而且我觉得是有更多的阿胖记想要来我这个店里面学习 这个也是之前比较少的一个情况 老板也会想要去追求Garri Day的一个理念 团队您距离变强了 对对对 企业文化也打下了基石 是的 我以后开店可以更加的看有没有 或许未来还会有分店 对对对对 在新欧洲的公众号上我看到了关于你的文章 其中有两个词非常的吸引我 一个是法冠冠军一个是中国90后女孩 这篇文章在留学生中引起了很大的轰动 你对这件事情有什么看法 我觉得会有很多的力量给到我 更常把这件事情做好 会有这样的关注度的话 会觉得有更多的动力 对有 做甜品的心可能也会更加坚定 对确实就工作的强度都很大 确实我每天早上5点多就会起来 一直到晚上八九点钟都还没有睡觉 确实是需要这样的鼓励 让我可以再继续下去 确实 你有没有给自己定下个小目标 我准备想在巴黎开店 然后想开一下会不会到时候回国 也会开一下分店 特别是我觉得那边没有太传统的法棍 他们还是比较延续中国的一些配方混在里面 但是我想回去的话看看能不能做一个真正正正 原汁原味的法国的一个哈地熊 我觉得这个想法非常的好 看看有没有机会可能在上海或者广州那边 我们会闻到一种很浓郁的黄油的味道 然后我里面还加一点香草 这样会跟传统的一些花蒜 会有一个很本次的一个区别 我感觉很幸福 因为我是一个特别适谈的人 因为我们这个费道也是经过比较长时间的一个处理的 所以会比较明显一点 相对于一般的花蒜的话 发过了以后就不会看到这样的纹理 但是你们可以看到这上面的纹理还是非常的清晰的 对 非常的清晰 每个层次 好吃 是 它地熊也是他们我们就这样子捏一个角这样 然后一般他们也会配上一些Pomage或者是黄油 这个就根据自己的喜好 嗯 今天的话我们就可以先尝一下我们这个哈地本来的一个味道 好的 而且它之后会有一个面粉的那个香味出来 嗯 这个就是比较原汁原味的一个哈地熊 非常的软里面 然后皮也会比较的酷酱 对 里面就会比较酸 它皮很脆 但是内菜非常的柔软 感谢大家一起来见证了我的高光时刻 能和法棍冠军一起品尝美味的法棍 大家记得要点赞收藏哟 那我们下期再会吧 好 好